私家车撞到出租车是私家车的权责 因为出租车是营运车辆 维修期间不能正常营运 因此要求赔偿他停运复工费 这要求合理吗 保险公司会不会赔这个呢 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跟你说清楚 让你能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最大化减少自己的损失 强烈建议点赞收藏 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开车上路磕磕碰碰都在所难免 当你不小心撞到出租车之后 你给保险公司报了案 如果不是很严重 他们可能就会让你认个全责 然后走快赔就是 这时候重点来了 你要问出租车司机 是否需要赔偿停运费 如果对方不要 那么你也要让他给你一个字句 明确要求放弃停运费 然后你就可以让保险公司走赔偿流程了 如果对方要停运费 那么你就要明确跟保险公司说 交强嫌疑的2000元 你不同意优先支付修车款 而是用于支付对方的停运损失 要是你不说 保险公司就会把这2000元用在修车上面 后面出租车司机 要来要停运货公费 你还必须要给 因为这要求合理合法 但是保险公司的商业三折险 又不赔付这种看不见的见解损失 要是落上官司 保险公司会说 交强嫌疑的2000元已经用于修车 不剩了 那个时候自己只能咬牙吃下这个暗亏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出租车司机受损严重 维修的时间可能需要10天以上 甚至几十天 这个时候你就别急着去认全责 要根据实际情况判责 要不然牵扯到 停运货公费会很多 因为除掉交线险的2000元 如果你是全责 剩余部分就只能自己掏腰包全部赔偿 而如果划分了责任 剩余部分就可以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 好了 你认为以上内容有用就点赞 没用就评论区件 最后问题来了 你开车有撞到过出租车 或者其他营运车辆吗 有没有赔偿对方停运募工费呢 关注我 每天学习一点有用的汽车知识 再次进行赔偿的汽车辆 再次进行赔偿的汽车辆